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開始之前,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近開啟鈴鐺,讓新片可以馬上通知你 如果方便的話,頂頂廣告 先來講講樓市新聞 市建局今天有福地折標 就是位於土瓜環聖德街碼頭沖道的重建項目 記者在現場所見,最少有六份標書 包括獨資的新地和新世界 另外有匯德峰柏家華、信之柏招商 以及英軍合組的財團 項目地盤面積大約46,000呎 可見樓面面積是414,000呎 提供640伙,在今年8月折修意向輸時收到32份 綜合市場的估值大約是23億8千萬到31億1千萬 即每平方呎樓面是5,740至7500 業界普遍認為今次賣樓條款簡單 不會輕易流標 另外房協為觀塘安達神道最新項目 命名為朗言 計劃會下星期上載樓書 以及向傳媒開放位於深水埗兩房交樓標準示範單位 以及公佈價單 朗言提供422伙 已獲批預售樓花同意書 入貨一日期預計是2025年底 即花期大約兩年 他們表示朗言屬於資助性房屋 買家申請資格和入息審查 以及折扣率和抽籤程序 都會參考房委會發售居的做法 具體細節將下星期公佈 預計在明年中選樓 他們透露現時已接觸16間銀行 落實為這個項目承造9成的按揭 包括本港大型銀行 朗言有兩座樓高14層的中密度大廈組成 提供422個單位 單位面積介乎303呎658呎 屬於一房至三房設計 其中80%屬於兩房單位 因為樓層不高 每層樓設有17至19個單位 但會分為兩翼 與私樓一樣 每屋會提供露台 並設有基本裝修和電器 看過往房協的裝修不錯 與私樓差不多 反而房委居局差 是清水的 需要多把錢放進去裝修 另外如果大家還記得 在上個月 有一位屯門nofolin的業主 在社交平台求助 或遭到大新銀行call loan 要求提早上還欠款 據消息 這個單位其實7月才上會 9月銀行call loan 而其案件也不是借到盡 只是借了7成7 509萬 這件事一經廣泛報導之後 大新銀行馬上出來澄清 他說一般情況下 他們行是不會要求客戶提早上還按揭貸款 他說這個個案實屬特殊和非常罕見 和宏觀經濟和市場情況無關 其後市主轉趨低調 關了一個帖 兼且說已經找到朋友幫忙 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剛剛市場有消息 這個被call loan的單位 已經被銀主接管了 銀主更加推出市場放盤 叫價645萬 很明顯的市主就沒辦法找到第二家銀行鑽案 之前我也有分析過 單位雖然說買入了一年 但實際上上會都未夠兩個月 銀行就call loan 不是正常的情況 到目前為止 仍然是一宗圓案 我認為最大機會是出於按揭文件出現問題 我不知道星島有沒有腦作 他們說有消息 這個被接管的單位 你業主因為凡事被判監 沒辦法供樓 才會被銀行call loan 這樣說似乎就不太合理 我反而會覺得 會不會讓銀行本身上低調和你解決 而市主將事情鬧大 逼到銀行去報警 而另一件事 就是市主的貸款不夠多 只借到7成7 如果借有9成的話 我相信銀行會猶疑 現在的欠款就不太多 所以銀行怎樣賣都夠獎夠賞 怎會不出硬你呢 我昨天所說的涉案案 其中一宗利奧方曉案 其實都是一年左右變成銀主 二座高層F198尺 持房未夠兩年 虛了95萬 相等於2成1 另外早前捲入加密貨幣平台 JPASS風波的林佐 根據市場消息 最近以750萬 沽出紅磡海日豪院兩房單位 成交價較早前高調放賣 叫價1000萬大減25% 單位是海日豪院15座低層置 實用面積560呎 以成交價計 赤價13393元 林作媽媽在2007年以380萬買入 之後在2016年以代價550萬 轉入林作名下 但看回她剛剛對上的一個單位 六樓支在2018年成交價是1180萬 而她正正樓下的單位在2019年都做了970 就JPASS風波 證監每開記招的時候 還說會扣押嫌疑人物業 我相信林作應該就脫身了 另外林作放馬的另一個單位 鑽石山星河明居 C座低層03室 早前叫價1000萬 現時的叫價都降至750萬 根據代理資料 單位實用面積517呎 屬於細三房單位 在2014年買入價是622萬 不知道是否她媽媽信風水 兩個單位都是五樓 質素就一般 另外瑞銀今天就2024年經濟情況發表展望 預測本港實質經濟今年增長是3.6% 明年還衰 步伐會放緩至2.5% 提到本港的樓價 她說受累於高息環境 今年樓價將會持平或下跌至多5% 而明年樓價將會跌10% 分析史梁家展表示 樓價現時大約跌了17-18% 再跌10% 加起來25% 她說以前有很多人九成上匯或八成上匯 技術上他們已經變負資產 所以預計中數會繼續上升 未見到頂 同時她們體淡甲級寫字流的發展 預計打候兩年內都有3-5%的租金跌幅 另外在美國集拜會之前 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簡稱USCC向國會提交2023年度報告 報告建議國會修訂香港自治法 在年度報告中增加司法獨立限制內容 指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 當局以國家安全為由 採取域外執法 例如對海外民主活動人士 懸想通緝 加上不同國安法案件 正在摧毀香港的司法制度 建議國會可以考慮 評估任何機構對司法制度有不當影響 影響基本法賦予的自由 向在港司法機構任職個人實施制裁 又建議加入香港政府限制已移居外地的港人使用金融帳戶的情況 譬如政府拒絕承認BNO簽證取得MPF 他們認為要對參與限制移民自由的個人實施制裁 好像限制移居海外人士提取MPF 要求美國金融機構不要協助侵犯移民自由 以及扣留強制性公積金的帳戶資金 USCC也指出港府對維持聯繫匯率已經有一定壓力 由2022年5月到2023年6月間 港匯足及約方兌換保證7.85元超過40次 金管局為了保住港匯不得大手買入港元 涉款2890億 令銀行體系結如下跌 長遠打擊香港投資市場 另外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 美國聯邦退休儲蓄投資委員會發表聲明 將會調整旗下的國際投資基金 iFUN的可投資基準指數 既據早年已經表明不會買入A股之後 最新決定將香港股票也排除在外 意味著管理680億美元資產的iFUN 日後將會一股港股也不買 根據8月資料 iFUN未曾投資過中國內地股票 而香港股票佔比重不到4% 如果這樣計算 即基金當時在香港市場投資 是少於212億 但外界不知道實際的持貨量 也不知道是不是已經沽出 還是準備沽出手頭上的港股 暫時未知會不會大舉沽售手頭上的港股 引致市場波動 他們的理由是投資顧問 憂慮美國對華投資限制會進一步升級 造成不穩定性 另外拜登在集拜會之後 應用會談是具堅之星和富有成效 已經取得重要的進展 應用兩人雖然意見有點不一致 但應用中方態度一直都是直接了當 認為會面是坦誠和直接 並且肯定團隊促成這次會面的努力 但被記者問到 是不是仍然堅持6月發表的 因為習近平是獨裁者言論 拜登回應 是呀 他是一個獨裁者 因為他統治著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他政府形式和我們的政府截然不同 但習近平在歡迎見上面就表示 願意和美國做夥伴、做朋友 還說永不稱霸、不擴張、不強加於人、不謀扣勢力範圍 現在這樣說好像又不是好通 你和他做夥伴、做朋友就沒問題 有些香港人和他們做朋友 你就說他勾結外國勢力 這段致詞究竟應該怎樣演繹呢? 擺上法庭有沒有機會得到接納?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未訂閱的朋友 歡迎免費訂閱、留言、LIKE和SHARE 最近開啟的鐘仔 方便的或者鼎鼎廣告